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得非常漂亮 这姑娘从小时候起就偷偷地阅读父亲的藏书 羡慕何仙姑的为人 父亲入山修道后 她就打定主意不嫁人 母亲对她也没有办法 有一天 霍桓在门外 看见了青蛾 小孩子虽然不大懂事 心里却十分热烈地爱她 只是说不出口 后来她毫无隐瞒地 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母亲 要求派人去说没 母亲知道这事不好办 觉得很为难 霍桓因此闷闷不乐 母亲怕违背了儿子的心意 便托人去向武家求亲 果然被拒绝了 霍桓走路也想 坐下也想 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碰巧 有个道士上门来画斋 手里握着一把小铲子 只有持把长 霍桓借过来看了看 问道士派什么用途 那道士说 这是采药的工具 别看它小 再坚硬的石头 也可以凿进去 霍桓不大相信 道士便用铲子 凿墙上的石头 只见那石头 酥软得像豆腐一样 一块块随手落下来 霍桓觉得十分奇怪 只管拿在手里玩 不肯放手 道士笑道 公子既然喜欢 就把它送给你吧 霍桓非常高兴 取出钱来酬谢 倒是不肯接受 静自去了 霍桓拿了小铲子回去 一一试凿砖块 石头毫无阻挡 他立刻想到 要是在墙上凿个窟窿 就可以看到没人了 但他不知道 这样做是犯法的 等到起庚后 霍桓翻身爬到墙外 静止走到武家 接连凿通了两堵墙 才进入内院 他见小厢房里 还亮着灯火 就浮在窗下 向里偷看 只见青蛾 已经卸去晚庄 一会儿灯火熄灭 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霍桓在窗下凿开一洞 进入室内 这时青蛾已经睡熟 他就轻手轻脚地 脱下鞋子 悄悄地爬上床去 但又怕青蛾惊醒 一定会被他叱骂驱赶 就偷偷扶在袖背旁边 微微闻到他一点呼吸时 散发出来的香气 阿阿感到心满意足 只是他累了半夜 实在疲倦极了 烧一盒眼 不知不觉 就睡着了 青蛾一觉醒来 听到床上有鼻息声 睁眼一看 见窗下开了一个洞 有亮光透进来 顿时大吃一惊 连忙下床 黑暗里拔去门栓 开了房门 轻轻走出 敲窗叫醒仆妇 众人点起火把 手拿棍棒来到房中 只见一个年幼的书生 正在绣床上酣睡 再仔细一看 认出是火环 大家把他乱推才醒过来 他一下子站起 目光闪闪 好像流星 似乎并不十分害怕 只是红着脸 一句话也不说 大家说他是贼 恐吓呵斥他 他才流着眼泪道 我不是贼 实在因为爱小姐 想和他亲戚亲戚伴了 众人又怀疑 这样连凿击堵墙 不是一个孩子 所能做到的 祸环便取出铲子 说出他的妙用来 大家拿过来一试 惊奇极了 疑心是神仙赐给他的 准备一起去告诉夫人 青蛾低头沉思 看他的意思 好像不同意这样做 众人看破他的心思便说 这孩子名声门第都不错 也不辱没了小姐 不如放他回去 叫他再找没人来求亲 明天早晨 只对夫人说晚上闹贼便是 小姐觉得这样好不好 青蛾并不答话 大家便催促霍环快走 霍环还要讨回那把铲子 众人一起笑道 傻孩子 你还忘不了这凶器呀 霍环一眼瞥见枕边 有一股凤头钗 就偷偷藏进衣袖里 早被一个丫鬟看见 急忙告诉青蛾 青蛾不说什么 也不生气 一个老妈子拍着霍环的镜子道 别看他傻乎乎的 心机可乖巧着呢 说着 拉了霍环便走 扔从墙洞里 把他送出去 霍环回到家里 不敢把实情告诉母亲 只是要求母亲再托梅人去说亲 母亲不忍心 明白拒绝他 只是到处托梅人 急着替他另找一门合适的亲事 青蛾知道这消息后 心里很着急 暗地里打发个心腹家人 去向霍夫人透露些意思 霍夫人听了很高兴 又托了梅人前去说亲 这时正好有个小丫鬟 把那件事泄露了出去 五夫人认为 家中出了丑事 非常气愤 没人一道 更惹起她的火来 她用拐杖划着地 大骂霍环和她的母亲 没人害怕逃回霍家 把情形详细说了一遍 霍夫人也怒道 这不长进的东西干的事 我都蒙在鼓里 为什么对我这么无理 当荡儿淫妇在一起睡觉的时候 为什么不当场把他们一起杀了呢 从此以后 霍夫人一见到亲戚 就把这件事抖了出来 青蛾听说羞愧得要死 五夫人也十分后悔 但又无法封住霍夫人的口 使她不讲 青蛾私下派人去见霍夫人 委婉地向她表示 立誓不嫁别人 话说得很悲切 霍夫人听了很感动 就不再说了 但提亲的事也就停了下来 这时陕西有一位欧公来任县令 看了霍环的文章 很器重她 常把她叫到衙门里去 十分厚爱 一天问霍环可曾结婚 霍环回答说没有 欧公仔细询问原因 霍环才说道 啊 早先曾和五平氏的女儿 有过盟约 后来因为发生了点误会 把婚事耽搁下来了 欧公问她 这门亲事还愿不愿意重提 霍环仗红着脸不说话 欧公笑道 我来替你撮合一下吧 便委托县位 教育 做媒 向五家送去聘礼 五夫人很高兴 心事就定下来了 过了一年 霍家把青蛾取了过来 她一进门 就把铲子扔在地上 说 这是小偷用的东西 快拿回去吧 霍环笑道 我们可不能忘了这个大霉 她把铲子郑重地戴上 从不离身 青蛾为人温柔善良 不多讲话 每天拜见婆婆三次 其余的时间只是闭门静坐 不大留心家务 婆婆有时因为吊丧喜庆的事 出门去了 她就事事都管 无不处理的 有条有理 过了一年多 青蛾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 孟仙 她把一切都委托给奶妈照料 好像不大关心爱护 又过了四五年 她忽然对霍环说道 我们之间的恩爱姻缘 却近八年了 现在相会时短 分离长 这可如何是好呢 霍环吃惊地问她缘故 她却默不作声 盛装拜了婆婆 回身进屋 霍环进去问她 她已经朝天躺在床上 气都断了 母子两人痛哭一番 买了上好的棺材 把她葬了 这是霍夫人 已经年老历衰 每次抱起孙子 就会想到她的娘来 难过得肝肠欲断 从此就一并不能起床 她见了吃的东西 就要吐 只想吃鱼羹 但附近一带没有鱼 要到一百里以外 才能买到 当时仆人马匹 都拆遣出去了 霍环生性滞孝 急着要为母亲买鱼 等不及他们回来 就带了钱 独自出门 日夜赶路 不肯休息 回来的路上 霍环走到一座山中 这是天色已经昏暗 两只脚瘸了似的 一步迈不开一尺 后面忽然有一位老者赶上来 问他道 你脚上大概是起了泡吧 霍环点头说是 老者便拉他到路边坐下 敲着石头取火 用纸裹了药粉 熏他的两脚 熏完后 叫他试着走走 果然不痛了 而且走起路来 更觉轻快 霍环十分感激 向老者道谢 老者问 为什么赶路 这样匆忙啊 他便把母亲生病的事 和得病的原因 一一说了 老者又问 为什么不另娶一个妻子 他答道 还没有看上好的对象 老者远远地指着一个山村道 那里有一个美人 你如能跟我去 我愿意替你做美 霍环说 母亲生病 正等着我买鱼回去吃 现在没有功夫了 老者拱拱手 约他改天到村里去 只问老王就行 说完 告别而去 霍环回到家里 把鱼烹好献给母亲 母亲略吃了些 过了几天 病就慢慢好了 他这才带了仆人 骑着马去找那老者 走到原来那个地方 找不到村庄所在 徘徊好久 太阳渐渐昔下 挫杂的山谷 又挡住了视线 望不到远处 于是和仆人分头上山 看看附近有没有村庄 山路险峻不平 无法再骑马 只好徒步上去 暮色已经朦胧 他迈着碎布四面张望 仍然不见人家 正要下山 又迷了龟路 心中急得火烧似的 瞎闯之间 漆黑中掉下悬崖 幸亏及尺以下 有一狭长的荒台 落在上面就是躺下 恰好容纳一个人的身体 向下望去 黑洞洞深不见底 他害怕极了 一动都不敢动 又幸好平台边都长着小树 像栏杆一样把他的身体拦住 又过了一会儿 发现脚边有一个小小的洞口 心中暗暗高兴 就用背紧贴着石头 慢慢地挪移进洞去 这时心里才踏实了些 只希望等到天亮可以呼救 不一会儿 在那洞的深处 出现了星星点点的亮光 他朝着有亮光的地方 走了约三四里路 忽然看见一所房子 屋里没有点灯 却光亮如同白昼 一个美人从屋里出来 仔细一看 却是青蛾 他见了霍环 惊奇地问道 你怎么能走到这里来 霍环来不及细说 就揽着青蛾的衣袖 呜呜呜呜哭了起来 青蛾把他劝住 问起母亲和孩子 霍环把凄苦的情况 全都讲了 他听了也很悲伤 霍环道 你死了一年多了 这里莫非是阴曹地府吧 青蛾道 不是 这里是仙府 从前我并没有真的死去 你们埋葬的只是一根竹杖 你如今能到这里来 说明你有仙缘 青蛾带着霍环去拜见他父亲 是一位留着仙缘的老人 正坐在厅堂里面 霍环上前失礼 青蛾告诉父亲说 霍狼来了 老人很精益地站起来握着霍环的手 叙了一会儿家常便道 姑爷来太好了 你有缘该留在这里 霍环推辞说母亲等着他回去 不能久留 老人道 我也知道 但迟三四天回去 想也无妨 于是准备了酒菜请他用 并吩咐丫鬟们把床摆在西厅里 铺上锦绣被褥 霍环回到西厅 要求青蛾同床睡觉 青蛾推辞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能做不干净的事 霍环抓住他的手臂不放 窗外的丫鬟们都痴痴地笑起来 更使青蛾觉得羞惨 正在拉拉扯扯 老人走了进来 对霍环怒斥道 一副俗骨 把我这洞府都玷污了 快给我滚出去 霍环向来气性高傲 羞愧难忍 沉下脸说 儿女私情 谁都难免 你老人家怎可偷看 要我走也不难 只是你的女儿 该跟着我走 老人没话可说 叫女儿跟在后边 开了后门送她 骗得霍环两脚刚出门 妇女俩却把门关上走了 霍环回头一看 门变了峭壁 微牙 一丝缝隙也没有 只剩下她一个人 孤零零的 不知归宿在何处 抬头望天 斜月高挂 星斗已稀少了 她惆怅了好久 由悲转恨 对着翘臂大喊 始终没人答应 气愤已急 便从腰里取出铲子 凿着石头进去 边凿边骂 一瞬间 洞被凿了三四尺身 这时隐隐听到有人说道 前世作孽呀 霍环听到人声 便使劲凿得更快了 忽然洞底打开两扇门 有人把青蛾推出来 道 去吧 去吧 峭壁 又重新合上了 青蛾抱怨道 你既然爱我 娶我为妻 岂有这样对待丈人的 不知是哪里来的老道士 给你这把凶器 把人蛮缠得要死 祸还得了青蛾 心满意足 也就不做争辩 只是担心道路艰险 回不了家 青蛾折了两根树枝 每人各跨一根 树枝立刻变成两匹马 跑得飞快 一会儿就到了家 这时 霍环已失踪七天了 当时霍环与仆人 失去联系以后 仆人找他不着 回去禀报了霍夫人 霍夫人派人搜遍了山上山下 不见霍环踪影 正在忧愁不安的时候 听说儿子回来了 霍夫人高兴得不得了 连忙出去迎接 抬头看见青蛾 差点把霍夫人吓死 霍环把经过情形 大概讲了一遍 霍夫人听后 就更觉欣慰了 青蛾因为自己行迹离奇 怕引起旁人的议论 就向霍夫人提出搬家 霍夫人答应了 霍家在临县 原有一处别居 定下日子搬了过去 谁也没有知道 两人在那里 共同生活了十八年 生了一个女儿 长大后 嫁给了同县的李家 后来霍夫人死了 青蛾对霍环道 我们老家那块草地里 有只野鸡敷着八个蛋 那地方可以安葬 你们父子 快去办理安葬的事 梦仙已经长大了 就叫她在那里守木 不必回来 霍环依着她的话 把母亲安葬了之后 独自回去 过了一个多月 梦仙回家探亲 她父母却都不见了 问了老仆人才知道 丧葬完毕 他们就没有回来 梦仙觉得这事蹊跷 但也只能长探而已 梦仙很有才名 但是考试屡次不取 到了四十岁 还没有中举 后来以拔贡的资格 到京城参加会试 在那里遇到同号的一个考生 年龄大约十七八岁 风度翩翩 见了很是爱慕 看他的考卷上面写着 顺天吝声 霍仲仙 顿时瞪大了眼睛 感到十分惊奇 他自报了姓名 仲仙也觉得很奇怪 便问是哪里人士 梦仙都一一告诉了他 仲仙高兴地说 地来京城时 家父曾嘱咐我 如果在考场中 遇到山西人姓霍的 就是我们的本家 应当亲切地和他结交 现在果然遇到了 但我们的名字 怎么这样相同呢 梦仙问仲仙高祖 曾祖和父母的姓名 听后惊喜地说道 他们就是我的父母呀 仲仙一时不敢相信 觉得年龄不符 梦仙道 我的父母都是仙人 怎么能从外貌上 看出他们的年龄呢 于是讲了从前的经历 仲仙才相信了 考试结束 两人顾不上休息 便一起乘车回家 刚到门口 家人迎出来禀报说 夜里老太爷和太夫人 不知住哪里去了 两人听后大吃一惊 仲仙进去问妻子 他妻子说道 昨夜我们还在一起饮酒 母亲说 你们夫妻俩年纪轻 不懂事 明天你们大哥回来 我就不用担心了 早晨到他们房里一看 人就不见了 兄弟二人听了 连连顿足非常悲伤 仲仙还想外出寻找 梦仙认为找也没用 就作罢了 那一刻仲仙中了举人 因为山西是祖籍 就跟着梦仙 回到山西老家 兄弟俩还指望 父母仍然活在世上 但是到处打听 始终没有踪迹 意识是说 钻了墙洞睡到床上去 可见他的情意很痴 凿破山壁骂丈人 说明他的行为很狂 仙人为他撮合婚姻 只是要用长生不老 报答他的孝心罢了 然而既然青蛾已经降到人间 生下儿女 就应该在人世居住到底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而三十年中 多次抛弃儿子 这是为什么呢 奇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